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港部公司兼职位公司兼职业 也没有在岸边香港古板汉洋舞权 和红级红台上在海综合演员 希望快速开始的应变 就为海港口上级 专门相当的别人 第一岸军队为了抢救落海人员 立即携带救生装备 骑乘水上摩托车前往救援 利用水上摩托车机动性高的特性 迅速将落海蜜水昏迷的船员抢救上岸 当时有点预复海洋发生在海时 可以将危害降到最多 市府每当中的办理演员 并且对不同的环境进行演练整个月 今年的演员在要整个月逢台逢顺 港口保存 救生救兰 以及海洋舞燕顶行不进行演练 目的就是希望可以更化下来 以国党委的应勉以及贴招令立 台南市环保局还有港务公司还有海军署 大家通力合作对于这个海上污染 以及这个海难救援 以及这个防汛所做的一个演练 那演习是为了要让我们各单位 都能有充分的准备 能够包括我们台南市政府栽防中心 也都能够有最好的体验跟了解 了解说这个海上紧急事故发生的情形 所需要去处理的各个面向 包括人员的救援 包括污染的这个储物 还有包括这个采样的这个部分 所以说证据的保全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这整体的这个配合各单位各机关 还有跨这个中央跟地方的这个整个整体的这个联系 是变得非常重要 不仅台南市政府的这个横向联系 也包括跟中央的这个海巡署的联系 还有这个跟港务公司的联系 我觉得其实今天的这个演习 见证了大家各单位都能充分的配合 而且联系的非常完善 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 我们演练是要做最好的准备 但是不希望说灾难发生 但是一旦发生我们不会慌合手脚 不会到时候守足无措 这个是这次演练的最重要的目的 这次演练单位包含港部局 环保局 海巡署 警察 消防 订阅公司单位与合作 订阅时分旁堂 演细过程必经 大人新闻张索伟 彩虹报道 尚在武汉危险影响 但是国际令人金表赛 今年感谢教乡高班 议会上后建议伺候要两招决定 毕竟比赛事先报名和训练 毕竟突然与庭班浪费观看 台南市议会计划 因为最近有买这个民众 在联署的下转 顺问台南市 今年的国际两周比赛是不是的基盘 因为过去在三月份 市府都的公布是四月的办法 台阅三月底四月车完全报名很压 不过今年因为武汉危险的疫情 买这个民意代表 都要求市府要两招硬定 毕竟离书南店和马拉松 停班这些的损刑 农州竞赛五月五号剩下两个月 那你的期间你倒是要办还是不要办 那你要事先讲清楚 不要投资了那么多的经费 而且到时候再停办 那这样会损失非常的惨重 我们有先例 包括我们的兰花展停办了 所做的一些的损失 还有一些的活动 包括我们的路跑 都是一样临时给人家喊咖的 那经费给人家收了啊 这个是需要让市政府能够研议一下 我是建议说 我们政府担任 你现在不要办 你还要冠軍就会说 你不要等大家报名了 训练了 还是很严严的 花很多钱就会说不要办 那以现在的疫情来说 能奥运又不办了 我们现在农组要办 当然如果在我们的所在 越劳力是越好啊 可是在我的任意感觉 这个时刻 是不应该再办 任何一些大型的活动 对此市长也会用 会上次来拼拼 毕竟鼓励比赛 还有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会看疫情的发展 才来做判定 大家说天有不测风雨 这个坦白讲 端午节是6月25日 距离现在还有三个月 三个月后会变怎么样 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决定 但是原则上 我们在三月初 就已经开始评估了 评估这个活动 在中央还没下达 这个500人禁令 的这个之前 我们就已经开始评估 这个端午节 是不是要举办的问题 这是基于民俗 还有基于这个 实际上的防疫的需求 所以我们会听取 这个议长的建议 但是我们也会参考 这个我们会参考 议长的建议 但是也会这个做一些 必要的相关的因应 当时国际的凌晨金表赛 因为是夜间的比赛 而且中金凤湖 每年都去民美借的国内外 参照来报名参赛 不过今年因为武汉危险 疫情关系 是不是的天班 优待市府的冰国 才会对我来公布 台南新闻您跟 拆访报得 我们在最多曝光的流浪告 因为老顿不够来面 不管怎么看都不够走 只要在 9万万月 一台签名之下 其乎官典该领用 比较公开票算 特意合名这远掌 同时在 东方处理贺卓 也在三卫中 完成基礎训练 立即和市长 又退休前 我认识说 年代他也需要拍客战 外面当中这只可爱的狗子 正常在三胸水德普 有关的航空来被发现 刚做人员怎么看都看不走 最后在旁边有的清明之下 官方也决定要来 将他起立航空来 同时在旁边有的票算之下 合名叫做园长 经过董博处的卓座 现在已经完成了基礎训练 可以正式来上班 对处27号上后 市长委员也来到 水德普务馆 正是为他受证 市长也公生协标识 园长也需要泥中科学 如果表现好 就可以来教授 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 这个山上水道博物馆 来为园长受证 其实园长是一只流浪狗 然后他来到 看到了水道博物馆的 湖光水色之后 他就不想走了 那所以今天他是很试获的 因此我们就把它留用下来 成为一方面成为园区的宠物狗 另一方面也成为 因为狗都有领域性 所以说这里变成领域之后 他就帮忙看顾 有一些其他的动物就不会进来 那第三个 他当然可以跟游客产生很好的互动 所以说我们就很开心 经过简单的训练之后 他会做简单的动作 那我想园长当然是一个动保 我们收留园长 而且跟园长互动 是一个动保概念的延续 也成为山上水道博物馆的工作权之一 我们将来也会在水道博物馆 让他发挥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一方面跟游客互动 一方面也是一个动保的一个活招牌 第三个 当然也是一个游客观赏的亮点之一 那最重要的我们也会对 既然加入成为台湾市政府团队的议员 我们也对他进行年终考机考核 如果做得很好的话 我们饲料一定会加料 那如果他做得不好的话 每次都像每天这样子懒洋洋的 都不去做事的话 那我们就不会去加码 但是不管如何 很谢谢文化局 谢谢农业局 把这个动保处大家一起习心协力把这个动保做好 因为水道博物馆的风区来实施宠物不落地的政策 官方也提供了一个全部七头的区域 也还有当地的企业赞助了宠物推车 要提供给民众来输用 但是问郭伯义猜不得 为了三上区的南一宿空这一是感觉重要的任何道路 不过因为路上的作成当地交通宠家 回车时也相当会压 与当地议员这些欢迎 加上当时丹林林委的市场 因为提供中央建筑 第二次和尚务进行完工通车 也希望带动整个港区的发展 现在看到的这条道路 就是整个三上港亚区 重要的任何道路 南一宿空这一 过去这条道路看只有四到八米 但常常有大型的车轮进出 做行交通的不变得危险 在当地议员和当时丹林立委的市场 文委帖的政筑 在当地的五省保障 加上当地超上万一流出部分的土地 也让整个港匠 在一百空七年十月份的时候开始市场 今年三月也正式来完工 27号上后市场文委帖 加索委民台第一个港亚区的代表 共同政策也正式来通车 今天很高兴能参加 山上区南140之一 我们区道的这个拓宽工程 从这个四米到四米的道路 拓宽成为22米的道路 让很多山上工业区的货物的运输 还有人员的进出 既增加便利性 也加强了安全性 总共的这个工程经费 加土地经费是4.88亿 那工程经费是一点多亿 那土地的征收要高达3亿多 所以可以知这个部分 台南市政府已经进了相当大努力 花了3亿多来征收这些土地 能够让这个人员跟货物的进出更加安全 更加便捷 那也谢谢这个厂商厂联会的协助 那也谢谢我们基民的配合 也感谢我们各位里长的协助 那更感谢我们各位议员 因为这个征收土地的预算必须议会通过 那3亿多亿能够通过 然后让这个工程能够顺利完成 那谢谢营造厂商 谢谢我们公务局同仁的协办 让这个部分能够超值 超齐超值 那个这个提前能够完工 这点是非常非常谢谢 今天办这个通车典礼 主要是对于相关人员的一个感谢跟协助 那谢谢他们 透款工程完工后 除了改善东西交通 也连接了台语算到一七八算的 加工后哭约到三次的文书邦楼 是否也期待未来 可以轻易更多的潮汐来进出更亚区 带动经格带衡的发展 但新闻郭伯义猜不得 先订阅一年马上转来的新闻很重 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308 我们将阅读分成六大主题 首先邀请到新世代作家 杨富敏 姜儿 李炳书 阿春爸 IG作家 来到台南爱卡车节目中 与您见面 敬请锁定每晚八点半 第三公用频道 치住吧 来就来这个视频 台南遊郷為了關懷農產電池集合在外島 一般跟台灣無限超賣公司 共同做愛心行銷有這個農地產品 遊郷表示民眾對四月一合開始 只要在郵政上下還要上官的產品 遊郷跟該公司的關出生意見 來幫助地藍客地動心 台南遊郷為了合作農產行銷 即使在地農產品 就要跟台灣無限超賣公司合作 自四月一合到五月第二期間 民眾可以通過遊郷最賢 也就是全國各地遊郷的創侯 還要賺錢賣商品 只要賣出一箱就關十戶的金額 幫助地藍客地動心 台南市真的是在地預警 一個很好的產品 好的產品跟我們全省 我們全國的一些客戶 消費者可以幫助我們在地農產品 那我們今天這個開賣記者會 也是非常感謝說我們的台灣蝦蜜公司 特別跟我們中華郵政的網路商城 跟我們全省130點的營業據點 也讓大力把他放送這麼好的產品 給我們全國的民眾知道 我們台南有這麼好的農產品 很多人都不知道台灣有在種蝦蜜 特別這次我們透過中華郵政商城 來介紹給我們所有的消費者 那我們也特別的來關懷一個弱勢的團體 只要跟我們中華郵政這邊來購買 我們都有一定的回饋金 來回饋給我們的一個 我們的德蘭啟治中心這裡 來做一些公益活動 公益的期間 台東所有人都會 正向派遍出力人坐的中央 優秀推出的郵政商城裡面 有這麼多郵政商品 民眾如果是有國務的需求 可以選擇用郵政商城拆港 不但不用出門 而且可以支持郵政融散 還可以減造愛心 台南新聞 張碩維 蔡鳳伯德 另外為了關心中部的財心 健康教學 台南市民族市議員會 在武南社区所設立的 北宮教學站 特別跟社区的中部 用客家回報來做出阿美特阿 全部都以手包辦 除了訓練中部的社長領域 對方業也很有幫助 台南市民族市民族市議員會 尤其是市長的三體薪 和影響的市場環境 這支推廷 舉到議員會的 北宮教學站的結合 今年新進到四站 總共有八站 文部在我們市的南區 阿南區 和東山配合南西 頂南的行政區 比照國社區的特色 整個不一樣的 舉到文化多年 新出門南社區 就結合過去的部署 和學長的加工 和到中央來作出 客家回報的口罩頭 國宮教護站 主要是針對我們長者 在這個社區 透過長者一些活動 讓長者能夠透過這樣的活動 讓國宮教護的精神能夠傳遞 那今年跟文藍裡的合作是第二年了 那這次的活動是針對這次的疫情 那我們知道這疫情非常的嚴峻 雖然我們台南市在目前還是處於這個比較 確診病例比較少的狀況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有更多的長者能夠走出來 讓跟我們一起來做這個客家花布的口罩 一起來延續這個客家文化 除此之外呢也可以促進身體健康 透過製造客家花布的這樣一個機會呢 讓老人家能夠動動手啊 動動眼 達到這個眼手的平衡 這樣能夠促進健康 我們如果那個口罩可以弄在裡面 可以一直使用 因為這個飲料可以再使用 可以再使用 這個口罩還不用用得太大 所以呢 讓中間在那裡大家可以這樣 用他自己的手拿去天 一閃一閃去天 感謝我們民衛會呢 每一國月都有兩邊的客廳 兩次的客廳 還有我們的農國 還有我們的客家美食 還有一些客家的唱歌表演 所以呢感謝我們民衛會幫我們幫忙 我在中間從八班開始 一閃一閃自己來天 我們一位都很有心情感 我是頭一次拿針線 紅這個口罩 覺得那個 還不得心應手 所以有時候會刺到手 是這個樣子 很好 學這個也不錯 很久都沒做 還沒要做 很久 現在開始做 做了嘛 感覺很滿意 擀起來也很好看 還要方便 以後可以拔去洗 配合風業 每一位中間在那裡 在那裡 參與外廳 都要請領體溫 做手部的消毒 才能進到 現場除了有客家 所供的DIY 另外也提供客家美食的共餐廳 讓每一位中間都受賢貓 待我們請問您跟 蔡鳳報德 為了順應避暗夜情 民眾減少的人比較多 那是西蘭的空間吃飯 所以台南一間老白傳菜餐廳 特別推出便當外賣 一樣受到消費者歡迎 台南市一間創業 總共四十年老白傳菜餐廳 從去年開始推出餐廳外賣的服務 因為經濟市費口味好 有得好口味 但近來因為民眾擔憂悉案 以前的影響 多多減少消費者求問的意願 所以餐廳也只有特別 從便當殺到店門口賣 去應過路民眾的勃功 為餐廳開創新的客園 現在怕進去嘛 那可以就買個便當就走 那價錢跟一般的便當都一樣嘛 很罰得來啦 你剛好看那個菜色嘛 你剛好看那個菜色怎麼樣 很划算啦 它的這樣子的價格 我們一開始是只做 中午外送的服務啦 然後因為這次疫情 比較越來越嚴重 我們就想說讓客人不用擔心 就是直接可以下車 很方便的買餐點 然後我們就想說 不然我們在門口 試著擺一個攤子這樣子 然後就現做 然後我們就拿出來外面販售這樣子 那一開始我們想說四個水溫 讓大家知道 我們有在做便當這一塊而已 沒想到說後來就是 見路加進就是 客人的反應都很好 那現在剛好是遇到說 家庭都不敢出來吃飯 所以他們這樣對他們說是很方便 除了中便當三個店門口賣的基礁 另外也有店家因為是給我多空間 家庄不時會退出 都有的米食菜色 雖然在這部以前的繞亂之下 店內的行業也適合開出紅盤 就是來這邊吃飯 畢竟是公共場合 所以就比較通風 所以就是對於 就是武漢肺炎這件事情 就比較不會擔心 我們燒烤家 畢竟比較開放式的空間 所以大家其實多少還是會來這樣子 對啊 因為現在密閉空間 大家是太害怕了 所以我們是半開放跟開放空間 所以就還好一些這樣 雖然大環境受到疫情的影響 但是由於我們的餐點比較特別 然後我們的店是屬於比較 半開放式的空間 我們的顧客還是會比較喜歡來 我們也多多少少也有影響 但是影響不大 我們也會持續做出比較 特殊的餐點讓顧客來喜愛 創新的行銷手法 以及定格用心的經營 讓這三景點 至少受到消費者關注 但看到國安國亞沒有很困境 相信所有的壓制 共同的生產 都是希望這部已經可以 帶來體散 社會規劃平靜 台南新聞 張索維 蔡鳳報德 請不要先來關心 上色的天氣變化 麻煩是河天有時坐風的天氣 溫度24度到29度 落後幾乎兩下 海邊邊均洪力 5級到6級 上大中風北極 感謝收看 發三位在七號的中家 在電影新聞 我們再會 按下 直至兩下 馬上 等下